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伏为正之大 慎往行欲 纵舍任心 以欺重数 罪一也 知人不明 伪用贪报 罪二也 善善未赏 恶恶不诛 罪三也 若思三者 喜得无过 以功顾鉴 且依来请 谢陛下 我们是手足兄弟 我们是手足兄弟 别人说你要谋反 别人说你要谋反 我问你 别人为什么要这样说 如果陛下借他人之口问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死期到了 索性承认谋反 倒也干脆 对 陛下好好想想 我随陛下血雨腥风 神经百战 只不过是刀口剩下来一块活肉啊 如果别人诬告 如果别人诬告进不到我的心里去 如果陛下怀疑我 那真是扎到我心里去了 我的好兄弟 你这是何必 快醒来 我不怀疑你啊 我不怀疑你 我才这么说啊 快 快 快 起来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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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收起来吧 以后又不照探了啊 去吧 是 熏过香了吗 熏过了 我说的不是除虫的熏香 我以后啊 要尝尝传它了 熏的就是大人最喜欢的安息香 好了好了 我以后就传它了 陛下为了他的功臣之亲 做到这个地步 我与陛下无亲 尚有辞职之名啊 你没有让陛下难堪 上次弹劾的事 已经让陛下够为难的了 只要行为检点 不会再惹麻烦的 我要退出朝廷 隐居闹事 还不算晚吧 你一生都有大志祥 今天会有这个悟心 我真的替你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不容易的还在后面 我们要闭门邪客 杜绝传言 就是亲起来 也不要随便见 何必要隐居在闹事中呢 为什么不在深山里 这一间小屋 那样不是更好吗 安静是安静了 可还是不太便利 年纪大了 怕受不了那份清苦 这些年我也安逸惯了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一定愿意和你一起归隐山林中 年轻的时候啊 你只知道打仗 哪会愿意和我隐居山林呢 你说对了 是不会愿意 人真的是会变哪 现在想过那样的生活 已经晚喽 其实只要我们愿意 隐居在山林中 和隐居在闹事中 不会有太大差别的 你 耐得住寂寞吗 如果不把它看成寂寞 那一定耐得住 为什么是寂寞呢 还是你厉害呀 还有你 你也有想要 就说要是 我一只能吃 你也有吃 你也有吃 你也一只能吃 你也有吃 我看舅求父皇 剃毒人到寺里 赦免囚犯 求佛保佑吧 说起来 如果修复可以救命 我也想是做恶的人吗 母亲不是做恶的人哪 我是行善的人 也就是修复的人 应该多活呀 可是求父皇下诏 总是好事吧 你父皇他从不信佛 赦免囚犯那是朝廷的事 不是可以随便做的 可千万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乱了朝廷的法案 其实我也不敢跟他说 你从小就怕你父皇 那是因为你父皇长江在外出战 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他是君王 又是在马上打天下的人 眼里是难免的 死底下 他不会厉害的 父皇总是说朝廷的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 我很难明白 所以就怕他 这怎么会呢 你父皇啊 你父皇啊 常常夸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从小就很聪明啊 你是太子 父皇当然要跟你多说朝廷上的事 这将来啊 这将来啊 你是要做君王的 孩子 你可不能辜负了天下人 辜负你父皇 也不能辜负了我 不会的 我不会辜负母亲 不畏避的 就为了母亲一个人 不 不该这么想 你得心里装着全天下 你父皇就是你的榜样 你的奏章 我看看 左夫也告诉我 是你请求大赦 我只能决断朝廷的一些小事情 像这样的大事 是陛下才能决断的 好 你做得对 高增生这个人 一路跟我打天下 按道理 我应该信任他 可是 他告李靖谋反 我不相信李靖谋反 如果你来处理 你怎么决断 我不能决断 今后你处理的事情当中 有很多像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决断 第一 你要做什么 调查 那么 你怎么判断你调查的结果呢 再复验 你怎么判断你复验的结果呢 一件事情如果有隐瞒的话 常常 两次说的 会有差别 再从差别当中 再复验 好 好 好 不过 你刚才没有提到 借鉴以前的案例 这就是读书的作用 书会告诉我们以前的经验 人这一生啊 不可能遇见那么多的事情 对不对 读书 就是借鉴前人的经验 来帮助我们自己 要多听别人说 那些不爱听的 不愿接受 要压住自己的火气 否则别人就不说了 那些人家不愿说的话 当中有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 你再让别人讲话 那可就难了 明白吗 我的孩子 明白了 陛下的教诲 儿臣谨记心中 还是出汗吗 还是出汗吗 我倒想要开始准备了 我倒想要开始准备了 我死了就把我埋到山上了 不要挖粉也不要棺材 日落的时候 东西越少越好 买了 你不要我这么想了 就喝 这葬啊 就是藏 藏起来啊 没人看得到 启陵墓劳动天下人 明白的人会笑话咱们的 我下诏大赦天下吧 不要 陛下 千万不要啊 太子 为皇后请求大赦 是笑 你的心意很好 笑是亲情之间的事 不要劳动天下 千万不要大赦 好 好了 听你的 不大赦 殿下 这里就是汉朝长安的卫阳宫 我们的长安 难道不是汉朝的长安吗 不是 是隋朝的大兴城 他们的长安在我们长安的西边 就是这里 再往东就是太极宫了 大兴城 是隋朝的宇文凯国画的 汉朝的长安倒与灰飞烟灭 历朝历代多少帝王的新王啊 太子 看到这一切 你有何感触 我在想母亲的病 驾 我许一个愿 如果能射中那支叶 母亲的病就会好 那我们一同把它射下来如何 好 陛下 有剑射入宫中 谁在射箭 还不知道 为假 是 不 有剑射入宫中 津 4 撒 5 5 3 5 ż 5 6 50 7 6 走 走 不好 太子 剑射流太急疯了 快跑 我 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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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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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在此 太子 太子 陛下 你怎么出来了 这有剑舍入宫 怕是要出大事了吧 禀歌之事 你们妇人不必参与 陛下 这么多年没看你穿盔甲了 这次你穿盔甲 我心里很不安呢 没事 你回去吧 陛下 陛 陛下 那中有太子见识 你说什么 看 看看 皇后 快 父皇回殿 快 是 不 陛下 人已带到 你为什么把剑射入宫禁中 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我 回答我 回答我 陛下 陛下 你身为太子 詹氏 为什么管不住太子 陛下 闭嘴 禁闭太子 是 是 陛下 陛下 你 止去你的一切官职 退出宫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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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把你估计 那我先走 快点 往上 快点 来 陛下 太子冤枉啊 拖出去 是 走 听说太子是设宴 同时许愿 若设众 则皇后的病会好 所以 流史误入宫中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是太子受伤留下的血迹 受伤 太子坠马 受伤了 坠马 怎么回事 御林军出动 太子持马应该是不胜坠马 征浅 是我 陛下 太 太子怎么样了 安静 陛下 太子终究是太子 应该要慎重啊 我已经下令 处置太子宫战事了 方玄麟 持续她一切关职 岳王对我说 有三坪以上的官员遇到他 不下马行礼 又有人奏请 三坪以上的公卿遇到亲王不下马 今天 三坪以上的公卿都在这儿 你们议论 遇到亲王 到底是下马 还是不下马 隋文帝的时候 一坪以下的官员 都受到过亲王们的殴打和错误 他们是皇帝的儿子 我的儿子就不是皇帝的儿子 要不是我对他们管教严厉 他们照样可以殴打和羞辱你们 我管教了他们 纵容了你们 我告诉你们 再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 他们也可以殴打和羞辱你们 陛下 我看 即使三坪以下的温武官员 谁也不敢轻视约王 在礼仪上陛下的陈属和陛下的儿子居同位 春秋上记载 君王所派的使节官位虽然低 但排位秩序却在封王之上 君王对他们十分尊重 当然如果天理国法已经败坏了 好好好 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而今呢 好像不应该讲 岳王为什么不偶打错误文武官员的原因 而是应该讲尊敬朝臣的道理 说隋文帝 隋文帝非常放纵自己的儿子 让他的儿子做出非常残暴无理的事情 结果怎么样呢 隋朝败亡了 儿子们都被杀光了 回忆人的话有道理啊 看来是我有些轻率了 是我思习溺爱 忘记了公义 本来我还觉得自己说的有道理 现在听了魏正的话 是有些不妥 作为帝王 说话不应该太轻率了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的话 退朝吧 散朝 谢陛下 谢陛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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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是否胜令太子不上朝听证 不 让他听证 就是对他的处罚 武姬 在 准备一下 去越王府 是 好 书不少啊 父皇 您先请坐 休息一下 行 这些书 我可没见过啊 这些书啊 都是地理书 孩儿因为喜欢读地理书 所以搜集了很多 这些书啊 孩儿因为喜欢读地理书 地理 我打仗的时候也有地图 知道不少山川要塞 我可以告诉你 父皇 孩儿喜欢地理 是因为要从当中学习 京士记民的道理 京士记民 说得好啊 京士记民 父皇 这是三国丧亲的水晶 对天下川流 无一不在 好 好啊 父皇 好了好了好了 我没那么大学问 所以给你找一老师 李部尚书 你这个学生怎么样 岳王注意的 是智用之术 恐怕我 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哪里哪里 你是妻而上之 岳王是妻而下之 智天下智用之学 不可不悲啊 我打天下的时候 总觉得兵法不够用 所以非常注意网罗 兵法之财啊 像我们读书人 或中弃而上 所谓修身齐家 治果平天下 或中弃而下之 所谓学有所专啊 对啊 这两者一结合不就成了拳财了吗 哦 哈哈哈哈 到底陛下才能点通啊 哈哈哈哈 青鸟跟着你 一定能成为拳财 青鸟 老师在上 请受青鸟一拜 你来我想起了 古德年间 我建立文学馆 受益匪浅啊 父皇 青鸟请设文学馆 青鸟请设文学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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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志气 朕允许你建文学馆 广招文采 谢父皇 好了 你师爷拜了 来 我该回宫了 新娘 读书固然重要 还是应该经常回去 看看母亲 是 父皇也要保重身体 嗯 听说 成前的腿 还是没有好 成前要像你这么爱读书 就不担心了 希望大哥能早点好起来 恐怕有麻烦了 恭喜殿下 起来起来 刚才 我看那个少年很眼熟啊 王玄陵的公子 王一爱 长这么大 下一代人都起来了 起来了 都怀有大志 我看得出 陛下对青鸟不错呀 你这个做舅舅的什么意思 我看陛下您对成前言 对青鸟爱 你随我去看你的妹妹吧 她看来真的是有麻烦的 好 你说怎么办 你说呀 文学馆的力量 非同小可呀 陛下当年 就是借着文学馆的力量 先犯了太子 自己才继承了皇位 闭嘴 来 殿下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只知道秦鸟 基于我的太子之位 我就让他越王做不成 如果编转阔地制 还需要些什么书 我听说秘书省 有不少新进的大唐的地理报告 都是各州呈上来的 有了这批资料 我们的阔地制 就会强于历代的地理制 为天下所重 到那时 岳王的升危 也就想变天下了 这套书 要献给陛下 收入密服 再由朝廷颁布天下 文学馆即是由陛下所创 我现在拥有文学馆 其中的意思 不是升危想变天下 而是志在天下 殿下 急是没有用的 急 我能不急吗 他 所有人都告诉我 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我告诉你 我要让他们看看 我到底能不能 殿下 与岳王的较量 不是一招一招 闭嘴 太子的腿有伤 实在是有损太子的威仪 我看 早晚是要换掉的 这也许就是天命 不停 伤是可以治好的 不过我听说 已经是由伤转疾 疾就难说了 就算治好了 也不能正常走路 有时我想想 真是天命难违啊 你父亲还要在家歇多久 我看不会太久吧 光是尚书省就有一大摊子事 公事处理慢了 陛下自然就会着急的 那你回去 慢慢跟你父亲说一些 天命的事 他是朝廷重臣很谨慎 有好几次 我看他回来累得不成样子 我还以为是暗毒劳刑呢 结果他告诉我 他在陛下面前总是很紧张 实在是让我想不到啊 他还是陛下最依仗的重臣呢 好了 阔帝制 是 毕竟是正事 你再去 多物色些人才 殿下 绞急要紧 千万不可随意动怒啊 你 我要去见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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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的 好 这是 感谢观看